县议员张美惠服务处接获了民众的陈情 位在花莲港景观桥旁的两坛自行车道 车道两旁的行道树种植和维护的修剪 没有受到重视 生长杂乱 于是有热心的民众自行补植树苗 结果反而遭到了检举 被县府铲除了心血 31号的上午 张美惠是邀请了县府观光处 农业处等人到现场来会看 希望厘清行道树维管以及种植的问题 让民众能够透过种植管理的规范 也能够和周围的绿地达到永续成长的目标 位在花莲港景观桥旁的两坛自行车道 临近海港风景优美 是不少民众和单车骑士的休闲首选地点 但自行车道两旁行道树的种植和维护 长期并未受到重视和养护 因此有热心民众决定自行种植树苗 不过遭到其他民众检举 而被县府铲除心血 因此花莲县议员张美惠 31日上午特别来到现场 和县府观光处农业处等人一同会看 希望厘清行道树管养等问题 我们今天来看这里是花莲的两坛自行车道 这里的这个休闲人口使用的非常多 不管是散步走路骑单车 那不过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的爱护树木的民众 就自己觉得好像有些地方要补种树 就长期以来都是自己就带就去带着树苗 那直接使用一些宝特瓶奶粉罐 那可能大小不一的树木种植在这个沿线上 那也引起了这个有些民众认为不妥也提出检据 所以我们建议花莲县政府观处在这件事情上 还有跟农业处应该有所协调建立一个机制 就是在种植的树木的应该要提出申请 那要种植多大的这个直径的这个树种 等等这些要求都应该要很明确 那同时也让这些种植的这些爱心的这个爱护树木的民众 他也可以成为后续维护管养的这个志工 那民众要种植可以提出申请让县府来规范 我相信这样子对于自行车道 对于一些公园这些树木的一个种植是很好的 而且才是永续跟长久的 张美辉表示民众是出自好意补植树苗 但确实也难保不会延伸像是树木传染病 树苗影响原有树木的生长健康 以及零像大小兼具拿捏不一致等 而陪同会刊的观光产业科科长陈永南表示 观光处将会研议相关法令规范 未来民众可以透过规则提出申请 但同时也呼吁热吸民众在种植之后 必须善尽管养责任 让种下的树苗可以健康长大和周遭绿地永续成长 接着长方艳华联士报导